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网路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是要买M1 MacBook Air 还是M2 MacBook Air来用 我会老实告诉你说 如果很多预算的钱可以用 那就不用再考虑了 一定是买M2 MacBook Air 不为什么 就是买新不买旧的原则 加上这次 M2 MacBook Air是全新设计外型 而T1更新了许多零组件 等于是新时代的产品代表作 当然这样大幅度的更新变动 也让今年的M2 MacBook Air又更加贵许多 今年基本款8核CPU加8核GPU 8GB记忆体和256GB SSD储存空间 已经来到37,900元 和前一代又再贵了7000元 但这7000元也不是让你白花钱的 首先你在M2 MacBook Air上 可以获得失传已久的Maysafe充电座 它的磁器插头 可以防止在充电时被人一脚拉下桌子摔坏 但我也必须老实说 这Maysafe充电头真的回归太慢了一点 这条线还是放在家里充电用就好 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用一条USB吸线 在帮自己的Matebook Pro充电 而使用外接式硬碟传输 只要带一条USB线就能打遍天下 而且出门在外杯笔电 当然是越简单 减少配件携带负担越少 也许你会觉得多带一条线也没差多少 但现在USB线可以充电和传输档案真的很够用 真的有需要再多带一条 Maysafe只能专门充电使用吗? 这就看你个人取舍了 再来是全新的Liquid 4网膜显示萤幕 而这次萤幕大小也因为改用刘海设计 足足把萤幕多炸出0.6英寸来 所以M2 MacBook Air会让人觉得看起来比以前大一些来到13.6英寸 而且萤幕亮度又比前一代提升到500尼特 在户外使用看起来会更清晰一点 无论是游览照片或是观看影片 色彩会再饱和鲜明许多 再是Mac笔电最让人受不了的摄影镜头品质 这次终于在M2 MacBook Air升级改用全新的1080P高清摄像头 忍受你那么久了 这次终于肯下放到入门级Mac电脑上 真的是要赞叹和感谢你啊 Apple 而这次的M2 MacBook Air的音响喇叭 采用全新设计 和麦克风全部集成到键盘和显示器之间 在听音乐和谈话收音各项品质会再更好 看到这入门级MacBook Air 有着优秀式扬声器立体声喇叭 和收音品质不错的阵列式3麦克风 Apple真的是打算全部吃下PC文书笔电的市长 准备把它压在地上摩擦到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好恐怖的企图型啊 再来是电脑效能处理这方面 在影像处理和影片剪辑能力 也在比前一代提升了20-40% 这效能真的可以应付所有学生上班族和YouTuber剪影片上传使用 而M2 MacBook Air内部也是一样 没有配备散热风扇 在使用上也非常的安静 完全不像以前有直升机风扇狂转干扰 更能提升你的工作上更多专注力 但这次的电池续航力也是和前一代一样 都有18小时预估时间使用 虽然说这次M2 MacBook Air没有再提升一点电力 但是18个小时真的非常够一般大众使用一整天 大约只要回家充电就可以 完全不用怕在外面有电力不足到处要找插头充电的恐慌症发作 而在充电头方面也设计了一个带有双USB-C插孔的充电器 让你在充笔电同时又能为你的手机充电 不只这样 Apple还有增加一个67W的快速充电器 让你在30分钟内就可以把笔电充到50%半满电状态 而且售价也不贵 只要在购买时加购600元就可以选配 感觉是蛮值得推荐购买的东西 那综合以上我所讲的 在你多花了7000元可以获得更多效能和新品设计 有没有让你更明确要选择M2 MacBook Air呢? 但我还是建议你量力而为就好 毕竟会选用苹果最便宜入门笔电使用的人 大多数有预算上的考量 简单来说就是没什么钱啦 如果有足够的预算可以用 有谁还会像小孩子一样去做选择呢? 或是和我一样在组装黑苹果折磨自己呢? 就直接把MacBook Pro 14寸、M1 Max和Mac Studio 直接带回家使用就好啦 为你的工作提升不少速度 也大大提升你的生产能力 这样不是更快一点吗?不是吗? 如果要我建议真的没什么钱可以用 你还是可以购买M1 MacBook Air来使用 这台目前觉得足够应付你上课打报告 和上班提案简报用 如果想再便宜点入手建议可以到各大电商找一下 目前大多可以再省个2000元左右 而在二手M1 MacBook Air 目前二手价大约落在2万到2万5千元之间 可是要注意一下哦 价格越便宜的都是过保护的产品 也就是你随时要有心理准备 一坏掉就要花大钱修的困境 因为现在M1Mac电脑的内部周边零件都是汗死在上面 能自己DIY修理机会真的不高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只要送苹果原厂修理 过保固笔电没有15000元起跳 是修不好也拿不回来的 所以就看你个人预算取舍了 能购买全新机就买全新的使用 再插了二手屏也尽量选有加保Apple Care的笔电 这样你接手后也可以安心使用个几年 另外一台旧款MacBook Pro 13寸T1 M2 CPU笔电 我个人建议不要买啊 原始机身设计和内部零件都是一样没有变动 只换了一颗M2 CPU再来卖一次 感觉有点像在轻库存产品 毕竟这台MacBook Pro真的卖的比MacBook Air差 加上苹果CEO库克可是库存倾销大师 一定会想办法粗心减少公司库存压力和损失 这就看你自己要如何选择和工作上使用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对M1和M2MacBook Air有不同的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